榮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张大仙 就在我们前些天疯狂网上采购的时候 王者荣耀体验服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从英雄到冥魂再到社区系统 各种调整多的一细节 我根本说不完 所以今天我们对体验服 11月8号至10号的更新改动 进行一次快速总结 首先是英雄调整部分 官方为朝阅二技能 新增了一个可以站在火坑中间回血的效果 提升了孙小夏二技能破甲持狱时间和穿透比率 但触发条件从命中敌方改为了命中英雄 加强了敌人杰大招和敏玥的被动 稍稍回调了神木星一技能伤害 为理性光明形态的二技能 新增了回复效果 但降低了基础伤害 黑暗形态的二技能 消弱了回复能力 但提升了附加伤害 加强了李白的一技能 使其拥有了叠剑气的功能 但削弱了大招伤害 露娜新增了累积法强 提升攻速的被动效果 哇这个太爽了 高剑离新增了二技能回复能力 并取消了一技能释放时的强制走位 再也不用担心一技能一下就过头了 降低了蔡文姬一技能CT 同时削弱了一技能的回复能力和加成能力 最近蔡文姬走中路 帮中路拿到巨大优势 然后带起节奏实在太强势了 砍一刀很正常 最后官方重做了王昭君 我们针对王昭君的改动 做了一期完整的教学 详情啊请锁定在下一期快报哦 如果读哪一口 王昭君必定是下一个版本的终担一节 然后就是游戏系统方面的改动了 全新名文系统在体验服务正式上线 打信打信 升级名文一级到五级需要多少追篇啊 打信打信 我背包里面那些多余十个名文的还能卖吗 打信打信 我的四级名文和不要的五级名文 到底留掉还是分解 打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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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同学们不要急不要慌 这还是体验服更新 距正式上线还有一段时间 之后我们也将推出一篇 新的名文系统攻略大拳 一口气回答全部问题 其次王主任要推出了新模式 突围急速复活 这个模式就是边境突围的乱斗版 人物死亡并不会立刻结束 而是在一定区域内随机复活 直到有玩家拿满五十个人头 游戏才会结束 并且按照杀人数给玩家排名 想把五杀拿到手抽筋 残血人头遍体刷的同学 这个模式绝对适合你 最后再说说一个非常关键的感动 那就是体验服最新推出的巅峰赛 英雄熟练度限制机制 在新的机制作用下 玩家将禁止在巅峰赛使用 只有见习熟练度的英雄 也就是说想在巅峰赛上练新英雄 那是不可能的了 必须将英雄熟练度提升至绿标 资深等级 你才能选用该英雄 妈妈再也不担心 我遇到坑货队友练英雄了 好了 今天的快报就到此结束了 体验服务更新内容远远不止这些 由于时间有限 我们只能在后面的快报中 为大家一详细介绍了 王主星的隧位赋 与大仙斗点目 我是张大仙 斗鱼688 每晚七点半 咱们不见不散